正常人体呢 它身体当中的寒和热 我们就说阴和阳 它的分布状态呢 中医有一句话叫阴贫阳密 什么叫阴贫阳密呢 就是阴贫阳密 就是身体当中的阳 也就是热 均匀地分布在身体的各个部位 就是你的手脚温度一样 额头下颗温度一样 手心手背温度均匀一致 特别是头和脚的温度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状态呢 就叫阴贫阳密 这种状态说明身体内部的气血流通 非常的通畅 五脏功能非常的健康 这个阴阳平和属于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叫阴贫阳密 叫阴平阳密 这种状态的一个状态呢 就叫阴贫阳密 这种状态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这个状态的一个状态